有維他命C膠囊被驗出了一節致癌物質 美式衛生局就表示 查獲了保健食品代工廠 衛昌食業公司 從中國所進口的膠囊殼 含有不得檢出的一節致癌物 還養甲蚊一丸 目前已知售出了4.4萬多顆 要求業者回收 並提出消費者的補償方案 毒物科醫師也警告了 如果長期暴露接觸 可能會有神經毒性 甚至是罹患血癌和乳癌的風險 維他命膠囊竟然驗出一級致癌物 還養已完 台北市衛生局表示 這款問題產品是由保健食品代工廠 惠昌食業公司 從中國進口10萬顆膠囊殼 其中4.6萬顆代工製成左旋維他命C 之後交付精緻生活企業公司網路販售 目前已經售出4萬4千多顆 已經要求業者回收產品 並提出消費者補償方案 衛生局表示這款問題產品不像市面上販售的膠囊 有固定30顆或60顆包裝 它是採用網路會員制 以需求客製化包裝後販售 而毒物科醫師則是警告 還養已完是工業製造氣體 主要用於設備消毒 如果長期暴露接觸 恐怕有神經毒素 而且有罹患血癌乳癌的風險 醫師表示過去日本及印尼泡麵 以及美國知名品牌冰淇淋 帕根大斯也被驗出含有還養已完 這些致癌物到底是怎麼跑到產品中 需要調查清楚 而衛生局則是強調 關於惠昌實業公司使用之膠囊殼 減出濃度有致人體健康危害之餘 將依違反食安法移送臺北低檢署偵辦 以查明原因 記者老是米春福才愛特報道